他身体越重,他打的越快打的越狠 然后对中国人民越狠,这一定的结果 而且都越恐惧 他担心最多是他爹的坟本有没有被绝了 他家族会不会被抄家灭门 然后呢,谁是能维护他家的尊严 这是为什么他崇拜普京模式啊 就是说这个叶利欣把江山交给他 普京一直维护到叶利欣家族的财富 包括他的代言人,这些几个人都保护着 而且普京当年几次冒险救他所有的哥们 他觉得普京够意思 说白了,习就是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家天下就是我家的 现在轮到我家说了算了 我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股东,创始人,董事会,原始股东 现在轮到我们家选出来,让我们家当董事长了 那我就是,这就是我家的 这是很清楚,他生活中就告诉我 他说我上来,我不会允许老百姓插什么政治,民主,自由 你有囚犯吃,你就老老实呆了,闭嘴 你有地重,你老老实重你的地气 他就那时候就这么说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老头的老不要脸的选择的原因 残酷符合他们的利益,维护党的利益 然后再来他对死人的不在乎 他觉得这个死人是正常事件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 经济灾难让经济重生 多死人,然后这个国家就有活力 他认为就像人体一样 每天得死个40亿细胞 只要是多死人,这个社会就会做良性互动 他身性不移的,他很残酷的 你但凡了解习近平的你就知道 老百姓你说在乎什么生死啊,你饿死啊,你冻死啊,你算个球 你就是畜生的奴,春秋 家奴是我家院里边养的奴隶 是能跟我看见到站的走道的 长工短工后来发生的 是吧,家奴,外奴,畜奴 你就是畜生的奴隶 是不是啊,他身边的人就叫家奴 用他的话就是家里人啊,家里人家里人啊 叫家奴,禁奴,靠近我的人,禁奴 我可以相信的奴隶 所以但凡他一上来就说 守规矩,要讲规矩,讲政治规矩 法律扯淡什么法律,法律是我定的 你先讲我的规矩